看看新闻吧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请坐 你的能量超过你想象 欢迎收看 由红牛维生素供应饮料 独家贵名赞助播出的 希望把两个多个秀 我是王思健 谢谢大家 谢谢 在2014年 有一件举国瞩目的大事 就是马云的阿里巴巴 在纽约证交所敲钟上市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还是觉得非常欣喜 亚洲首富经过了大概 也是几百年之后 又重新变成了中国人 对不对 上一个是和珅嘛 然后 重新变成了中国人 然后马云成为了亚洲首富 所以马云这个人 在提到的时候 原来我们提到马云 想到的是什么呢 小商品批发 然后假冒伪劣商品 A货 反正淘宝网上那些东西 是吧 但是此时此刻 敲钟成为亚洲首富之后 再提到马云 马云代表的符号 就不再是这些东西了 而是好多好多钱 而且是我们的钱 马云成功之后 然后又出现了好多段子 说什么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要有好多好多 默默付出的女人 是吧 确实是 然后其实我们每个男人的女朋友 或者老婆 几乎啊 城市人啊 都是马云背后 那些默默付出女人 其中的一个 是不是 赖宝女朋友也是这样 总在淘宝买好多东西 然后马云上市之后 还以马云背后的女人自居 然后赖宝就刚开始有点不高兴 然后天天的上班 我们串稿啊 写段子的时候 也不高兴 不在状态 就跟我们说 你说明明就是我女朋友 天天说什么是马云背后的女人 你说 这你换了谁 心里是个滋味呢 是吧 然后我就安慰他们 我说赖宝没事啊 这么想 亚洲首富怎么了 有钱怎么了 还是拦不住自己背后的女人 成为别人的女朋友 他说到了 一个男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一个是老婆 还有一个就是孩子 是吧 熊孩子现在越来越多了 现在的小孩真的很难哄 是吧 我们小时候还能被 起码我们在上学之前 上初中之前吧 还能被大人唬住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得到的信息量有限 但现在的小孩子不一样了 还没上学就已经会用iPad了 所以现在小孩子很难哄 比如说春节的时候 我一个朋友带着他们家的小孩 逛庙会 本来小时候我们去逛庙会都很开心的嘛 是吧 结果这小孩就跟那闹 不要看 不要看 没劲 爸爸咱们能不能今天别在这再逛了 太没劲了 不是就是什么 你看 唱京剧的 卖京剧脸捧面具的 卖石狮子的 我都看了一百多遍了 没有意思好吗 能不能带我看点新鲜的呀 一般我们小时候如果这样闹 家长就急了 这是中国文化 懂不懂 对吧 但是现在的人又不姓大孩子 是吧 他哄他们家孩子 说宝贝你想看新鲜的呀 好啊 爸爸满足你呀 说这话去那边买了一个京剧脸谱的面具 拿过来 照在石狮子的脸上 看 狮身人面相哦 我们 有多少人现在还每天的工作要写大量的字的 或者打大量字的 举手看一下 还是有不少人 这些人我们都要感谢一个东西 叫标点符号 是吧 在中国古时候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只是现在又有了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的用法 同样一行字 通过标点符号能代表完全不同的意思 是吧 你比如说啊 我是王自荐 句号 这就是一个陈述句说我是谁 对吧 那如果是 我是王自荐 问号 这就是个穿越句或者科幻片 那如果是 我是 逗号 王自荐 或者是我 逗号 是 王自荐 这就很装 很文艺 这就很文艺 是吧 但是如果我们在每个字之后都加一个叹号 我是王自荐 旁边人就会劝我 不不不 你是马景套 我们刚才说了 古人写字是不用标点符号的 我们都是为了能辨明每段跟每段的这个分段 我们都是每到一个需要用逗号或者句号的时候 我们就隔一行 古人觉得这样很浪费纸 于是就发明了标点符号 当时推广标点符号的时候 说的是 我用标点 我光荣 我给国家节约纸 就是为了让大家节约用纸 才发明的标点符号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们想象这样一个场景 一个小学生 在私塾里面上学 然后写完了一篇文章 没用标点符号 是吧 先生就责罚他 责问他 小明 文章 为标点 何也 为什么 何也 小明就只好回答 有钱 任性也 大家也听出来了 这期节目 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的 关键词就是符号 生活当中 不管是标点符号 还是每个人的称谓 还是我们真的实实在在 能看到那些符号 都在充斥着 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那么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生活中那些看得见 或者看不见的符号们 好 没有尿尿池呢 真的莫名其妙是吧 最大的不同是门上面那个符号嘛 对吧 避免尴尬的是这个嘛 这个生活体验真是让人羡慕是吧 先听门进去 然后一堆女的惊呆着看着她 然后还非常故作镇定 哎呀 没有尿池啊 不好意思啊 走错了 那最大的不同是门上的那两个符号 最简单的 我们小时候常见的 就是男厕所上面写一个男 女厕所上面写一个女 对吧 然后后来有稍微阳气一点的了 男厕所这边写个gentleman 女厕所那边写个lady 是吧 然后后来又有形象化的了 男厕所这边是一个人这么站着 对吧 女厕所那边是一个人这么站着 对吧 现在这些厕所上的标志已经越来越让人觉得高雅了 那天我在一个很高级的一个购物中心 然后人有三级嘛 我就去厕所 在门口愁住了半天不敢进去 因为又不是她 对吧 因为厕所两扇门上的那两个图标 我真的无法区分 我不知道哪个是男厕所 哪个是女厕所 对吧 然后我正愁住之际 过来一个大概服务员之类的跟我说 这边是男厕 这边是女厕 我说谢谢您啊 然后我进去先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出来之后 我看着我还是不明白 我就问她 这位能不能麻烦您告诉我一下 为什么这个图案就是男厕 这个图案就是女厕呢 这还不简单吗 我们在什么地方 高档的商场 购物的地方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女厕所门上这个图标 购物车嘛 男厕所这边 信用卡呀 挺有道理的 最近网上又充斥着这样一些人 叫网字菲薄派国人 就是经常说出国玩 然后看到某些地方 有一些中文的标志 上面写着什么 用中文写什么 禁止随地吐痰 禁止乱扔垃圾 禁止吸烟 等等等等 是吧 很多人说 这就是国人素质差的代表 外国人都要用中国字 提示我们不该干什么了 实际上这些人 只能蒙那些什么呢 没出国玩的那些人 对吧 我觉得呢 当然反省国民素质 这事本身没错 但是不要干得那么极致 是吧 为什么外国那么多地方 都有中文的标志呢 只能代表中国游客多 中国人的购买力强 在全世界范围内 形成了强大的购买能力 他们才要认真地对待中国游客 才要把中文的标志写上去 对不对 并不是说我们素质低 他们才用中文写这些字的 不然的话 全世界到处的禁止吸烟 no smoking 都是用英文写的 你的意思就是 英国人跟美国人的素质更低了 当然我国也不是说什么都好 我们也不能盲目自信 是吧 比如说环境污染问题 现在就是在经济大国里面 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 应该算比较严重的 是吧 那天我跟建国在一起 就探讨这个事 然后建国就 怎么说呢 很少见到建国这么忧郁 忧郁的那个样子跟我说 王哥 你是不知道啊 我现在呀 总怀念那种 早晨起床 能听到鸡叫的日子 我特犹豫 我说哎呀 建国是这样的 现在噪音污染太严重了嘛 是吧 早上起来 连鸡叫都听不见了 也不是 只要那只鸡腻 让我给吃了 我心里我就觉得 明明就你自己给吃了嘛 你忧郁个屁呀 对吧 咋说呢 顿弦了 这是我们说标志 最早的标志 或者说图案吧 就是每个国家 每个民族 都有代表自己的什么 图腾 是吧 比如说我们中国是什么 就龙嘛 对吧 就是龙 那你比如说美国是什么 白头鹰 注意啊 叫白头鹰 也是一个跟大熊猫数量 差不多的一种宾威动物 那比如说英国是什么 三只猫 是吧 三只狮子 三只狮子 那俄罗斯 熊 对吧 北极熊 对不对 那那个法国 就被建国炖了的那只鸡嘛 高炉熊鸡 对不对 那韩国 韩国表示 以上那些国家的图腾 都是他们的 所以韩国的图腾是动物园 说到一个城市的符号 还有很多 比如说美食 对不对 比如说到上海 我们美食什么 红烧肉 说到北京呢 烤鸭 北京涮羊肉 对吧 火锅 你说到成都呢 火锅 说到重庆呢 火锅 说到潮汕呢 火锅 说到内蒙古呢 火锅 对吧 中国人就是这么爱吃火锅 那除了食物是某一城市的地标 或者这个地方的这个代表的标志之外 还有什么 建筑 对吧 建筑或者建筑群也能成为某一个地方的标志 你比如说到我们上海 那么陆家嘴嘛 对吧 说到北京 这个就稍微多一点了 是吧 有人说北京 那最著名的建筑地标是什么 天安门 是吧 你说天安门 那长城怎么想 对不对 那有人说那是长城 大裤衩笑了 对吧 大裤衩笑了 你说大裤衩 鸟巢又不乐意了 对吧 甚至有些人不知道 大裤衩和鸟巢是两个地方 但是北京这么多著名的 新的老的古的这些建筑 搁在一起 现在已经被一个全新的标志 把他们的地位全取代了 这家伙叫雾霾 他著名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只要雾霾来的时候 那些地标就都不见了 除了北京上海这种地方 其实别的一些城市 也有自己的特色 杭州 西湖 对不对 那比如苏州 园林 都有自己的这种 各种各式各样的特色 然后后来有一个人 下决心要搜集全国各地的景色 然后把他们收集起来 然后这个人成功了 他收集景色的那个地方呢 就叫横店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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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周 谢谢 其实 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被某种符号化了 你比如说我们节目叫 今晚什么 80后 脱口秀 80后是符号吗 就是烙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啪 就拍 拍脸上了 80后 90后 对不对 00后 都是这样拍在脸上的 真希望拍在我脸上的是00后 但是 当然除了这种中性词的标签 还有一些别的标签 比如说普通的上班的白领 就统称为什么屌丝 那有钱的呢就叫高帅富 形容女性的就稍微不好听一点了 是吧 白富美你们觉得是个好词吗 反正我听上去怪怪的 是吧 还有绿茶表 对吧 什么心机表 是吧 还有一些 还有一个那个形容 很努力读书的那种尖字声 叫什么 凤凰男 对吧 就不太好听的词吗 我觉得这样非常不好 你凭什么就不经过我们同意的 往我们身上随便按一个标志 按一个符号 就要代表我们呢 没有道理嘛 你比如说高帅富这三个字 完全不足以形容我嘛 有人说 单身的人有符号吗 也是有的 单身人最大的符号叫孤单 对吧 行单而影之 对不对 如果说单身的人 最不爱去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西餐厅 一个是电影院 因为你但凡有个女朋友 但凡有个男朋友 你都不会一个人去这两个地方的 那我有一个女性朋友 就是这样 单身了好久 经常一个人去看电影 然后我就问她们 我说一个人看电影 什么感觉了 她说 其实都还好 最受不了的就是 旁边一对一对的那些人 头来异样的目光 她跟我说 有一次她又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 发现就在隔他 大概三四个座位的地方 一个男的 也是一个人来看电影的 结果两个人呢 居然就发现了对方 然后开始对视 你知道吧 然后我们听到这里 我说 这太浪漫了 是吧 这个情景 我说 然后你们俩对视了很久之后 就在一起了吗 她说 并没有啊 我们只是互相对对方 投去异样的目光 其实还有一个符号 平时我们用的特别特别多 但是大家好多人都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那个心情图标 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心 对不对 这个图案最开始呢 它确实也代表爱情 但是它是屁股 它是代表臀部的 你这么看吧 它是代表臀部的一个图标 代表着性 衍生代表爱情 现在能明白了吧 所以现在你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 你真的就不忍直视某些图案了 比如说一件将两个心穿在一起 你想一下多疼啊 是吧 还有那个心碎的图案 当然 我们说到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最重要的符号 是什么 是它的语言 是吧 为什么美国人坚持说 跟英国人不一样的英语 因为他认为 我们就得这么说 这是我们的符 钱都不要了 多少钱 两块钱都不要了 可能就是五百万 我告诉你 美国人为什么坚持说 跟英国人不一样的英语 因为他们认为 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标志 我们国家的符号 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 我们中国也是一样 现在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 像我们节目有两个小黑 两个DJ 两个DJ 一个小黑 一个小白 是吧 他们就是平时在这边当DJ 然后在更晚的晚上的时候 就出去抓魂 然后两个人 其实都是在很努力地学中文 但是水平都不高 然后还经常跟我一起探讨中文 是吧 还经常用一些什么 他们自认为成熟的说话方式 然后小白是从美国来了 小黑呢自称从法国来的 实际上是法蜀的某一个群岛 从那里来的 所以小白呢 稍微有点看不起小黑 那天就用中文跟我们聊 说你不知道 自建 你不知道 像你是从北京来的 我是从纽约来的 我们都是从大城市来的人 都是从大城市来的人 他不行的 他不行的 他们家乡那个地方 鸟都不拉石的 跟我们的家乡完全没法比 在我们纽约 有很多鸟都来拉石 大家平时不用微信的人 举手我看一下 真的有两个 你们是刚刚穿越到这儿来的吗 还是怎么样 用什么 哦 默默是吧 哦 原来是这样 微信真的是我们生活中 很方便的一个工具 但是大家在用微信的时候 要小心了 因为有很多心机 心思很缜密的人 他们会发现一些事情 对吧 比如说我们经常能看到 老婆或者老公 抓包另外一半的劈腿 或者出轨 都是通过聊天记录 是不是 那天我的一个男性朋友 就跟我说 我老婆肯定在外边有人 肯定劈腿了 被我发现了 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很神秘的掏出手机 你看 这是他跟我的聊天记录 我只给你看 当兄弟给你看 你自己看 我拿过来一看 老婆跟他说 老公 我在登山 然后下面呢 就发了好多那种表情啊 就女生很爱发表情的嘛 对吧 就发了一堆表情 然后我说 人家登山怎么了 人家还不能热爱个运动了 对吧 登山很健康嘛 不是 你没看出破绽吗 你没看出破绽吗 你看啊 这么多表情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女生嘛 哪个女生聊微信 不是一堆表情的 不不不不 思健是这样的 他说他在登山啊 发这么多表情 那个流量很贵的 他一定是在一个 有WiFi的地方发给我 那天我在家打游戏 然后这个 突然我老婆说 下水道坏了 让我去修下水道 但是由于我们当时 正在跟对面开团 所以没办法 正打得很激烈 然后我走不了 我说等会吧 现在走不脱 然后老婆就跟我急了嘛 说汪思健 你心也太大了吧 下水道都坏了 你还在这打游戏 你怎么心那么大呀 然后我只好跟他说 老婆 我这样做呢 也是为了工作 为了我的事业 老婆就说懵了被我 这玩意不修下水道 跟事业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有那么句话嘛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有一个符号 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的 不管我们现在还是否愿意承认 他就在那 他永远都不会走了 那就是我们是看着 环珠格格长大的一代人哦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件事 我们都是 甚至环珠格格这个戏 现在某电视台 还在发 还在一遍一遍一遍 repeat repeat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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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一直在发 天哪 就是我估计如果每放一遍 算一剂的话 环珠格格已经二十剂了 是吧 太可怕了 而且是三部都二十剂了 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个事 是吧 但我觉得你们这么做呢 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当我们老了以后 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孩子说 我们都是看着环珠格格长大的一代人哦 小时候看环珠格格 第一遍看的时候 还是很有劲的 对吧 然后还跟着小燕子啊 紫薇啊 还跟着特揪心是吧 特揪心 现在觉得很傻的 但是小时候我们更爱看的 觉得更有劲的片 尤其男生是什么呢 还是射雕嘛是吧 还是射雕就能转 神雕侠侣是吧 古天乐这种 就觉得特别棒 那在武侠片里边 就学到了一个生活中 没啥用 但是特别想尝试的技巧 对吧 叫什么 银针是毒啊 看完之后你老想实验 那天就是我看完之后 我就老在想怎么弄呢 然后刚好我们家晚上吃晚饭 然后有一锅鸡汤 放上来之后 我就跑到我爷爷那边 我爷爷扎针灸的那个银针 我偷了一个 偷了一个 然后针灸那个针非常非常细嘛 大家刚要吃 我说不要动 我给大家试一下毒 针灶水 哈哈就碾进去了 但是你知道 银针那个东西 倒热倒得非常快 就我刚下去以后 刚出锅的一锅鸡汤 手一热 啪就掉下去了 但是他们都没注意 大家没注意 我试完之后 我跟他们说 哎呀 这锅汤不能喝呀 我爸还挺配合我 怎么了 有毒 不 有针 说到看病啊 淡淡的家乡在内蒙 在西林郭勒蒙 那他在内蒙的乡下 还有一些亲戚 然后那个地方呢 反正 我不是说那不好啊 总之是不太开化 甚至有一些老人呢 很迷信 对吧 生病了呢 是不去医院的 在那边吃片番 就这样病了以后 又不好好看 然后病就一直没好 淡淡知道之后呢 很着急嘛 回家就带着这个亲戚 到了大医院 很简单的一个病嘛 然后大夫看完之后 就开始给他开药啊 然后写病例 开完药之后 然后拿着单子就给他 说好 你就照着我这个去吃 肯定会好 不用担心 不是大病是吧 然后我们知道 大夫那个笔记啊 是吧 是那样的 然后那个老人又迷信 又没什么文化 是吧 接过来之后 哎呀 神医啊 哎呀 神医啊 蛋蛋都看傻了 你看懂了 他写了啥呀 不许这么说人神医 这晚人家给画的符 回去烧完了 画水里喝 我们一直有一个固有的观念 是在这几年被打破的 我们一个固有观念是什么呢 一个人一旦去当乞丐 他去要饭 说明他吃不上饭了 但是这几年 乞丐们的行为 把我们这个观念 彻底打得稀碎稀碎了 是吧 乞丐们比我们有钱 人家月入真的几万 是吧 甚至 当我们大多数人 还在用iPhone5C的时候 乞丐们就开始用iPhone6了 还用iPhone6 破辣死 那天我居然看到 几个乞丐在一起聊天 纷纷拿出新买的iPhone6 还在那边互相攀比 还跟人家问 你那iPhone6多大的呀 我这个16G的 你咋买个乞丐版呢 好 谢谢大家 现在呢 友台有这样一个节目 很多人都喜欢看 相信大家也都看过 以唱歌为主 是吧 但是大家看这个节目 觉得它好看 不仅仅是因为 里面唱歌唱得好听 最重要的 最大的一个看点是什么 就是观众特别好 他们的观众 都跟打了鸡血一样 你知道吧 看着特别让人讨嘴 我们来看大屏幕 你看你看你看 它这个表情一出来 你就觉得整场了一个气氛 是吧 那个歌有多好听 听了有多疼 是吧 不是 就听了你心有多痛 对不对 就那种感觉 立刻就出来了 哇 你看 你看这个 哪怕睡着了 手也要这样 你知道吗 就深陷其中 勾起了满满回忆 你看这个 我这是在干什么 在跟谁比吗 你好好短呀 就是 看到这样一个画面 看到人渣那些观众干的事 你们不羞愧吗 你们天天到了这个录影棚 你们天天对着我 你们干过这种事吗 你们没有 你们就是一 一 你们连个二都不会说 你们到底爱不爱我吗 爱 既然你们是发自内心的爱我 但是又没做这样的行为 我特别理解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教你们嘛 所以今天我们就 你们运气来了 作为一个上过大荧幕的电影演员 首先我教大家 这样几个姿势 大家一定要学会 在听到不同的音乐的时候 要有不同的感情 我们先试一个摇滚乐 大家知道摇滚乐 应该做什么样的表情吗 很多人很对 就这个 就这个 非常六加一 然后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是韵律感 对吧 然后点头 就一定要疯狂起来 甩头什么 有没有 是吧 这个就比较累 接下来我们来一个 那个欢快一点的 一个人唱的歌好听 能唱到人心里去 怎么从观众的表情上 看出来呢 观众跟着唱 同时呢 手打拍子 你知道吧 基本上就是这样啊 食指向天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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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概这样 那个女生干得非常好 茂山那个女生啊 非常好 非常好 而且你那个 你的自然条件就这样 你知道吧 你眼睛往上看的时候 头微微抬起来 还显得脸小一点啊 这个 一定要这样做 好不好 这个就是 听到这种 欢快的啊 大家都会唱的这种歌 接下来还有一种呢 叫苦情歌 苦情歌就非常的对观众要求很高 哇 伤心啊 哭啊 接下来我们来实战一下 进入那个状态里嘛 接下来这首歌 是歌神 张学友的歌 今天这位歌手 要挑战歌神的歌 想必也是做了非常多 非常多的准备 那接下来 就请我们掌声有请 下一位 敬眼歌手 欢迎订阅 一什么一 白交了吗 统统都白交了吗 我告诉你 你们都不知道自己刚才多过分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你们都干过这 给大神跪了 给大神跪了 对吧 你长大了 怎么面对自己这段幼稚的回忆 喝喝 因为刚才能和无论 却请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 梦以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 我就这一颗心 整夜都闭不了演戏 为何你明明懂了情 却又想靠近 听爱哭的声音 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 却还不清醒 写封信给我当作最后约定 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 是这样的事情 意什么意义 你笑什么笑你们 白交了吗 通通都白交了吗 刚才让你们干什么了 你们刚才干什么了 我告诉你们 你们都不知道自己刚才做得多过分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你们都干过什么 是吧 虽然你们没有做出夸张表情来 只能说明一件事 你们是正常人嘛 而且我们观众非常开朗 对吧 听到这么难听的声音 他们还笑得出来 对吧 而且大家笑得非常棒 我觉得你们这种笑声 这种爽朗性格 就是最适合我们今晚806脱口秀 来当观众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训练 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 在这里要公布一件事情 从今天 现在此刻 这期节目开始 如果在播出的时候 你在电视上看到了自己 看到了你的笑脸 你就把它截图 然后呢 发到微博上 at今晚806脱口秀 或者at学徒王子健 我们帮你转出来 由我们的观众们 和微博粉丝们 一起来评选 谁是来过今晚806脱口秀 现场观众里面的最佳笑容 在这些观众里面 我们将选出前五名 邀请他们 来参加录制 我们的春节特别节目 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争取 我在春节的时候 可以在电视里面看到你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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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欢迎回来 我就一直不说话 他大概骂了十几分钟之后 我抬起头 冲他 呵呵 然后他就跟我说 王子健 你干了错事还敢笑 啪 就更凶狠地骂了 三十分钟 所以在这里 必须跟大家说 网上那些谣言啊 必须禁止掉 不能轻信 谁跟我说 聊天止于呵呵的 其实十来年之前 我们80后 看待现在的90后 我们现场有90后吗 举手看一下 哦这么多 哦比80后多是吧 会不会有一些不要脸的 80后也跟着举手了呢 怎么会来那么多90后呢 十来年之前 我们80后 看待你们90后这些人 是怎么看的呢 他觉得你们 就幼稚是吧 什么什么染发 用火星纹 是吧 然后沙瓦特 是吧 然后我们就觉得 可幼稚可幼稚了 我们当时在想 等他们长大了 懂事了 他们该如何面对 自己这一段记忆呢 是不是 自己不会觉得尴尬吗 对吧 然后那天我在家 就跟我爸聊这个问题 然后我爸就拿鞋眼 瞟了我一眼 其实这没什么嘛 对吧 你想想你小时候 干那些事 想想你们80后 小时候干那些事 天天跟人家看动画片 幼稚不幼稚啊 我看动画片 怎么幼稚了 现在小孩 小孩就是要看动画片了嘛 对啊 小孩都看动画片啊 可是你们看完动画片 干嘛了 弄点那个 装烟的那个条 缠吧缠吧 说这叫什么 黄金圣衣 是不是你 唯一身硬着壳味 好 出去逮谁跟谁打架 关键打架 你还闭着眼说 闭上眼睛的那个 黄金圣头是是最狠的 是不是你 啊 跟人抡王八拳 嘴里还喊天马流星拳 是你不是你 我当时就想问问 你长大了 怎么面对自己 这段幼稚的回忆 你长大了 怎么跟我说的 你跟我说 这叫80后独有的一段 美好的回忆 网络用语 其实在生活中 真的不能常用 我们发现了吗 有谁在生活中 经常用网络用语 说话的吗 现场没有这种风格 是吧 确实有人就跟我抬杠 说生活中 也可以用网络用语 那我们现场 给他们试验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讲段子 可笑的地方 你们就不要笑了 你们就喊 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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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那行吗 那不行 对不对 然后一个特别好笑的段子 你们机体就跪下 对吧 啊 给大神跪了 给大神跪了 对吧 完了以后 如果讲到一个 没节操的事 你们所有人站我边上 就这样看我一眼 对不对 甚至我们讲到 最精彩的地方 其中一个观众 站起来就往外跑 而不是喊着你干嘛去 不行了 我要笑尿了 其实我们想过吗 我们80后已经 哎呦 最大的80后 已经35岁了 哎呦 真的是时间过得真快 我们80后 刚刚成为话题 没几年 我们就开始全网 讨论90后问题了 现在是一个00后 都上了高中的年代 是吧 很快我们就要讨论10后了 用不了几年 就是20后 30后 对吧 我估计再过个几十年 我们就又可以再讨论 下一任的80后了 想想挺奇妙的 对不对 即将到来的这100年 和已经过去的那100年 其实是有本质的不同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过去的100年以前 没有互联网 没有硬盘 但是今天我们都有了 所以我们能干一件 特别棒的事 今天这期节目 100年之后 70年之后 那群80后 他们也看得到 是吧 所以在这里 我就想借这个机会 对几十年之后 即将到来的 2080后 和2090后 对你们 我觉得这事特奇妙 是吧 特奇妙 想对你们说上这么一句话 孙子们 叫爷爷 好 这就是这一集 由红牛为之四空的饮料 独家光铭赞助 我是主持人 我是王志健 这一由你们这好选 你们这一夜过了一块 谢谢大家 大叔兄 我这个肩膀有点疼啊 你帮我看看怎么回事吧 咚咚咚咚就过去 哎 过来 过来 啊 你这个 先收盐 先收盐 是啊 哈哈 isième